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受到疫情影响 延期到8月14号在陆野高台举行 而今年也以台东人限定的模式推出 并且将在7号起到13号在池上木野度假村办理泄流活动 池上乡长表示乐观其成 并期盼借由热气球在疫情期间为民众带来希望 热气球缓缓飞过稻田 并在水田里倒音出热气球的模样 画面每不申收 受到疫情的影响 2021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延期至8月14日办理 而今年也采取台东人限定的模式办理 并将在明日7号到13号为期一个星期 在池上木野度假村展开细流的活动 池上乡长张瑶诚表示乐观其成 并希望借由热气球在疫情中点亮希望 未来也期盼相关的热气球系列活动 也能够在重谷的各乡镇举行 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池上乡每年都有接受台东县政府 在这边办理热气球记者会首航 或是大波时光雕音乐会 或是水舞都非常热闹 以重谷区域发展来看 因为热气球发言地在路野 我们还希望主场地会在路野办理 那地方会希望说 可能以后会有类似这样的自由飞 或是说一些光雕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穿插在池上办理 让游客体验到跟路野那个高台检官不一样的这样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希望说池上能够跟路野搭配 那主场地在路野 那有一些穿插的活动 可以在池上办理 那这个让重谷变成热气球的一个活动地方 观山也可以啊 观山也可以起飞或做什么 这样整个重谷都可以沾到热气球的光 这样 而位在观山镇的米国学校也指出 在防疫降级之后 游客陆续出现 希望即将到来的热气球活动 能够为农会带来更多的商机 今年的热气球呢 这个开幕好像是在池上嘛 那这个路过的客人呢 当然欢迎他们呢 能够也这个进来米国学校呢 走走看看 我们的小农店铺呢 还有小农的市集呢 也都开始了 包括我们的这个 米国学校的咖啡馆 还有我们 甚至会有新的这个雪花冰的产品出来 那欢迎大家来看这个热气球的时候呢 也不妨进来走走看看 本次季流的活动采台东人限定模式 警线台东人或是在台东工作读书的学生 同时为了感谢辛苦的医护人员 季流活动的时间 每日将提供20位的医护人员免费搭乘 而详细的活动内容 则可上预约平台台东慢慢游的网站进行查询 记者陈基林时尚相报导 千 瘟 瘟